这个地方我刚刚主要是把它选择性贴上 这边就要把它贴上之后 原来里面是公式 原来里面是公式贴过来之后的话 把它贴为值 它里面才会是我们需要的号码 或者的话你把后面删掉 它这个公式整个就 里面的资料就会坏掉了 里面的话如果说我要再把它切割的话 也就是你先把它删掉 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插入用MID MID函数里面这个资料的第几个字呢 第三个字取两个字 那就E1 这个F栏比较简单 这个后面的G栏其实也是一样 它比较简单的方法 干净你把它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贴到这边来 这样比较快一点 那一样是取这个 第几个字呢 那第六个吧 取几个字呢 取三个字 有没有 084 打个勾 084 那问题特别是要将来其实是要再把它 因为过来的东西是文字 那实际上这里我们是要把它变成数字 所以记得这边又需要外面再包个Value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吧 我们这边再多练习一下 这个地方前面加一个Value 你可以用选的 可以点两项 后刮弧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把它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边就OK了 其他也可以 然后再来这一个后面的墨码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赶紧把公式也要复制 取消 记得按取消 再贴到这边来 那改一下 应该是 这边应该到了 应该第10 OK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改了 改一下这个参数 Enter 然后在底下的话就向下填满 不对 怎么还是007 还是里面格式是不是已经被设定到了 它里面把它改为通用就好了 OK 有没有,改回来了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等于就是又把原来合并的又分割出来 其实常常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那这边的话 假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希望针对这个资料里面 统计一下 我这个会员里面 会员的资料里面 有哪 哪一些是 因为你会发现生日都是民国年 有没有 那我如果想要统计说 我的这些会员里面 是五年级生的有多少人 六年级生的有多少人 七年级生的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那不是要做什么 做统计吗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 用枢纽分析表 你把资料丢到枢纽分析表 它就可以马上帮你做出你要的这个结果 OK 甚至图都可以产生出来 但是 但是你必须先有那个栏位 哪个栏位 几年即生 几年即 有没有 所以特别说 目前这个是生日 生日其实 它里面有年月日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年的部分 月日要去掉 所以特别说 也许你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建议 如果你将来要把这个资料拿去枢纽分析的话 你要必须先产生需要的那个栏位 那个栏位叫什么 几年次 假设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多一个栏位 叫几年次 OK 或者年次也可以 然后呢 这个栏位的格式 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 OK 然后它的来源就是把这一个 抓到这边来 那你想说 这很简单 前两个字 对不对 然后你就前两个字插入函数 前两个字的话 如果用文字类的函数 那你不是用什么 用那个 letter 前两个字 当然 一切应该是很符合逻辑的 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那几个字呢 number choice 有没有 几个字 两个字 然后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诶 这什么 悲剧就发生了 它起来的东西 居然不是要的 像是要填满 诶 奇怪了 为什么它全部变成29 里面完全没有29 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28 里面也完全没有28的东西啊 怎么会这样呢 原因出在哪里呢 原因出在就是你不懂得用 test 如果你懂得用test的话 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首先呢 跟各位讲 为什么是29啊 其实你可以把这一个日期格式 其实特别之后 日期真的很特殊 它表面上看到的虽然是年月日 对不对 但实际上哦 如果我把这个 这个卡通系的向下 全部都把它打回原型的话 按右键 出身的格式 它其实哦 为什么会显示出正确的年月日 主要是以色列帮你已经格式化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回原型的话 就是通用 好不好 你要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的就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 所以实际上呢 在以色列帮内部哦 日期哦 真正储存的就是这个 哎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 后面日期的那个部分会讲 实际上就是 1900年的1月1号 当成是第一天 然后到了那一天 它是那一天 就第一个人这个啊 它就是两万九 经过两万九千八百四十六天的意思 OK 可是问题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一切 就切到二十九了 可是问题哦 问题还没解决 然后把它感受自己 我先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样 第二个的话 但是要怎么解决 其实很简单 里面最大的关键的话 就是用测试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 表面上看到的 我是希望真正把它变成我真正看到的 就跟刚刚那一样 所以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 把刚刚那个逻辑套用到这里 也许你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 把它当文字看待的话 要怎么做 其实特别注意 一样我们要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文字里面的test函数 OK 可是问题test函数 它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value value就是这个东西 它的值 第二个的话是formate test 一定是双以后 可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跟各位讲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取消一下 游标放这边 按滑鼠右键 储存的格式 刚刚我是在制定里面输入000 实际上 如果未来你们要同样的方式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串东西复制之后 把它放到formate test 前后加双以后就可以了 那你觉得 老师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不用管 贴上就对了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意思是说 我要把它变成真正的文字 那就是变成要透过这一串公式 它的格式化公式来做的 至于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暂时间不用管 反正以后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转换成文字的话 贴上就对了 OK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固定的流程 这样转就对了 先暂时间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慢慢了解一下 这一串是什么意思 OK 那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做 首一先把这个部分里面切到自定 特别是要选其中一个 按滑鼠右键 储存的格式 自定 把这一串先复制起来 好 复制 选举复制 二的话取消 然后呢 再到这边呢 把它插入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 因为刚好有用过Test 好 然后呢 Value就是这个 FormateTest 很简单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直接贴上就好了 如果你暂时不想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贴上就对了 那它产生什么变化呢 其实 就是把 这个东西 经过了 这一个格式之后 原本呢 它是把它放在这边 让它显示在表面的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Test的关系 那就真的已经把它变成 这个的文字 并且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里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按确定的话 那你会发现 他帮我把这一串文字放过来 而且一定会是 靠左对齐 因为是文字 好 那可是问题 我几年之后 我不要这全部 我只要前两个字 所以 接下来第二步就怎么样 把这个 要不就剪下 要不你就是这样 直接就在这边外面打Labs 都可以 直接打Labs 直接打Labs 前刮5 然后这一串东西 我把它移到后面 豆点 我要取两个字 豆点2就可以了 然后后刮壶 这一串字 我只要取前两个字 打个勾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那他就帮我做出来 OK 可是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我其实是希望用枢纽分析表 做出统计 统计什么呢 到底我的会员里面 五年级生有几个 六年级生有几个 七年级生有几个 顺便画一个简单的图 这个都是枢纽分析做的 刚问题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做出这个效果 现在丢给他的话 应该是不OK 为什么不OK呢 关键地方来了 现在是靠左还是靠右 靠左 那表示他文字 可是如果你是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它是一个数字 它才有办法帮你 找到那个东西 所以最后他要做一个动作 怎么呢 再把它转成什么 数字 所以外面再包个value 如果没有加这个value的话 那也会出错 OK 所以value加上去之后 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全部呢 通通都靠右对齐 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 你到底有没有做错的一个小细节 OK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如果要做出这个统计 其实相当简单 我这上面 这个这个资料先删掉好了 因为理论上这个只是说明删掉 然后再利用什么 插入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范围对不对 按确定好了 因为他反正优标放在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再来统计什么呢 我要统计的是几年次 他有几个人 所以几个人的话 在持的地方 你一样把它拖拉到这边持 所以列跟持呢 都是几年次 OK 不过这个我刚刚已经做了 我把它取消掉 取消群组 他会变成 长这样 应该预设应该这样 他预设 如果我把这个几年次 因为我要统计这个栏位 所以几年次 然后统计什么呢 统计他这个人的几年次有几个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他预设这边是加种 有没有 那什么叫加种 意思是说你这个栏位里面 如果是数字的话 你把它拖拉到这边 他自动帮你加起来 比如说他这里面的话 58 他就把它当58 可是我58不是啊 58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人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把这个箭头这边点一下 把那个 词的栏位设定 把它改成 我不要加种 我现在要算几个 OK 项目各数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概念上面加种就是 someif 下面就conif 只是说他已经帮你把它 做成功能了 OK 那如果你要用那个函数字 可以啦 也是可以做出来 可以按确定 项目各数就可以了 好 那你会发现 58一个 59一个 61两个 有没有 最多好像是 71年次的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不是要 几年次个别的 我是希望就是 把它变成一个group 群组 50到59 这10年间 就是一个group 60到69 10年间又有group 70到79 又有group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它做成group group 怎么做 针对这个栏位 按右键 它里面的话有一个什么 组成群组 开始值的话 因为我五年急升 所以你就五年急升开始 到79 79年次 把50到59 那间距值的话多少 10嘛 50到59 刚好10 60、69 刚好10 70、70 刚好10 这样的话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到 它就会帮我把50年次的两个 60年次的41 有没有 70到79 57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data 你很快就可以统计出相关的结果了 有没有 数纽分析马上就做出来了 可是问题 前提你要先产生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 你怎么变 所以如果你不会用test的话 OK 那可能就卡住了 有没有 那你如果这些都不会 那问题后面你要变也变不出 最后如果你要把它变出一个图出来的话 很简单 插入这个应该每个人都会 插入图表 然后你要看哪一种图 最简单就是 枝条图 有没有 马上就有一个图出现了 然后把它拼在一起 感觉就相对的美观 而且 至少看起来会比较有说服力一点 比如说你们要 跟老板讲说 哪些资料 我们的客户哪部分最多 你不能用嘴巴讲 我猜想应该是哪 你要拿出实际的数字来跟我们讲 对啊 如果你没有那种 实际上的数字的话 那谁会相信你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说服别人 先把data捞出来 做成 有没有 很简单的图表 我做出来的结果就这样 对 我们的客户群里面就哪些最重要 对 所以他们是我们最大 最主要的族群 那我当然是要以他们为主 对 就像什么 最近那个打选战也是一样 因为好像年轻人都很 以前 大家不在乎年轻人嘛 所以 因为年轻人不投票嘛 现在呢 年轻人都投票了 所以你要还是要很重视他们的声音 才有办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就是 透过TES 直接贴就可以了 TES 两个字 外面包Value 然后再利用那个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 记得哦 这个地方比较重要是 把这个栏位拖拉到这边 再拖拉一次 把这边记得改成是 技术 项目各数 然后呢 最后再按右键 在这个栏位按右键 把它组成群组 群组部分的话呢 就是50到79 鉴聚值为10 我记得好像这个 在云端上应该也有 所以这个 这个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上 也有那个 这个画面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谢谢